最近有几张关于张静夫妇在一起吃饭的照片被传到网上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两个人都打扮得非常低调 用帽子和口罩包裹得非常严实 似乎不想被太多人看到 据了解两个人一起吃饭的这家餐厅十分的高大上 并且这家餐厅周围所停的车都是十分昂贵的 网友猜测两个人的消费也不会低 但令人感觉到奇怪的是 两个人竟然低调的打车回家 这个做法确实非常接地气了 张静夫妇在08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并且在婚后不久 便生下第一个女儿 如今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一家五口非常幸福 前不久还晒出了五个人 一起在街头散步的照片 其中蔡少芬穿着黄色上衣 搭配一条红色长裙 一头黑色长发自然披散 十分的具有青春活力 从后面看上去她变瘦了很多 胳膊非常纤细 两侧的两个女儿都是齐肩短发 值得注意的是 两个女儿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 都具有着又直又长的腿 令人羡慕 蔡少芬一直很支持老公的事业 并且在丈夫参加节目的时候 她还号召喜欢她们的网友 为她的丈夫投票 可以说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了 希望她们永远幸福下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